我觉得不用挤啦 挤什么呢 迟早会让他停工的 但我觉得还是要确认工程的安全性 以及说合法性 就是要等北检起诉吧 北检都还没有起诉 民进党议员在挤什么呢 他们看到起诉输了吗 知道违法的太阳是什么吗 我不晓得说 为什么连一个月都挤不可奈 这么着急的去逼市府 去做这样的决定 那这样是不是又陷入太过急躁的状况 我觉得等我们起诉输是最基本的态度 这是一个依法行政 然后再来就是难道民进党议员 苏培议员他不在乎工程的安全性吗 他进场去看过吗 他知道目前的工程已经稳定了吗 所以这个工程的安全性也要先确认 我觉得这是非常基本的事 没有人反对停工 但是什么时机点才是最好的停工 既安全又合法 法律又站得住脚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尊重台北市政府 去做专业的判断 他的施工进度这么慢 或许是不是因为 这个威京集团他的商业考量 就像李四川副市长说的 因为现在土地都被扣押也不能预售 那资金链出现的问题越盖越赔 所以就是慢慢的给他盖 那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要确认工程的安全性 即便慢慢盖也要确保这个工程是安全的 不能说慢慢盖要乱乱盖 那这一点是我们没有办法允许的 我们还是希望柯市长可以配合检调的调查 如果一旦检调不需要你的证词的时候 那才是你最危险的时候 代表检调的周围的证据都已经收集完成了 但是柯文哲市长作为一个主要政党的主席 以及作为台北市的前市长 我觉得你有义务也有责任 配合司法检调 而不是用这种消极的拒绝的方式 来阻碍这个检调整版 如果你觉得你有冤屈 你为什么不抗告 你为什么不配合提训 那我觉得你一味的用这个政治的力量 政治的手段来做这个抵制的方式 让什么金华城案的整版进度 如果陷入胶着的话 那不是更奇怪吗 你不是应该更希望水落石出吗 结果你反而希望这个变成一团降火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吧